那张先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也是仔细的了解了一下 发现他说呢 基本上天气一冷的时候 打开暖风呢 发现这个声音特别大 但是这个风却特别的小 那这样的话 究竟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般是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呢 就是这个空调 它会有一个滤清器 这个滤清器长久不换了 导致这个风过不去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蒸发箱 空调的蒸发箱 长时间的使用 它的表面都堵不上了 堵上之后这个透风效率差 也会导致这种 虽然听到这个风机声音很大 但是呢 实际吹出的风很小 但是有的观众朋友们 像我们反映说呢 它遇到的情况就比较极端了 这暖风打开之后呢 是干脆没有风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究竟是车辆出现了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一点风也没有 这个呢 也有好几种原因 你比如说有保险室爆了 或者风机调受器坏了 或者风机坏了 有的时候 这个风机拿手拍的拍 风又来了 这就属于风机坏了